今天我們就來聊聊上一次我受邀參加這個直播團他們的探險 然後所發生的一些事情還有沒有交代的這些細節 因為鬼哥這次是跟直播主第二次的合作 這次的地點他也希望我來做提供 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屬於比較那種 不信邪的應該也不是說他們不相信鬼神啦 就是他們在他們的探險直播中 其實並沒有遇過非常大的什麼樣的問題 那他們私底下也會請教鬼哥說真的遇到這種事情的話呢 究竟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那鬼哥也跟他們講說其實這種事情是有機率性的 並不是說我們去到探險的地方 或者是做一些對於這種地方不尊敬的地方 或者是對於這個地方的仙人 那做一些這種不禮貌的行為 我們就一定會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去探險的時候如果要談到中邪或者是觸犯禁忌 然後產生的某一些不好的結果都是有機率性在的 可能會因為人時地的不一樣所產生的不同的結果 有時候我們也只是想要拍到靈洞 那想要拍到靈洞最直接的方法可能就是進行一些比較危險的舉動 例如說在探險的地方 對他們說出一些比較不禮貌的話 說一些比較輕蔑的話 然後進而引起他們的注意 引起這些無形的東西 他們注意到我們 讓他們藉此產生一些靈洞 好讓我們可以拍到一些什麼 那對於這次我們去的這個地方呢 因為是我提供的關係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見就是場地非常的熟悉 這個地方也就是我們之前所去 然後 在那邊做了一些都市傳說的驗證 那後來呢 我也有請這個 未來男友啊 因為他那邊有 之前去這個虎爺的宮廟的地方 所請來這個符咒 那我就說既然這個地方那麼兇險的話 那你就拿這個符咒 去把它貼在後面這兩間的這個房間裡面 一間是廚房跟廁所 那一間就是他們的主要的臥室 來進行鎮壓 那其實當天 丸子他在探險到最後面 我們要進去這兩間房子的時候啊 鬼哥其實就已經心裡面有所警惕了 我想說 唉 這霸餅出事了 然後我就說 你就進去 然後那個符咒你不要去撕它 應該你進去就會有感覺 可是呢 多半 丸子的心態就是啊 想要嘗試看看嘛 他也認為說應該也不會遇到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把這個符咒撕下來 那至於符咒撕下來 他究竟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先談這個邏輯性的問題好了 就是當這個地方有靈繞的時候 我們色結界貼符咒 他具有一定的鎮壓性 跟一定的靜置性 只要把這個靈體 禁錮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一旦把這個靜置拿掉了之後 這邊的靈體呢 就會回到以前的樣子 甚至於呢 他就會像這個監獄的逃犯一樣 你想想看 這個監獄裡面的犯人啊 要是有一天 他們的枷鎖 還有他們的這個 牢房的房門被打開了以後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可想而知 他們一定是會 大量的往外面竄 甚至呢 會群情激憤的來 大肆妄為 把這個靜置 還有符咒 解除掉了之後呢 產生的情況 也是一樣的 因為這些靈體生前也是人 應該是沒有人會希望自己被靜置的 可是呢 靜置術跟符咒鎮壓 是使用在這種有靈繞的地方是必須的 我們必須傳達一個事情 就是 你在這個地方已經餘舉了 你已經造成了我的困擾 所以呢 我必須該有的限制要給你 讓你知道說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那隨後呢 我們進到這棟 這個主臥室裡面的時候 裡面有個閣樓 當初鬼哥也是在這個地方呢 發現了這個 二樓 也就是他們的閣樓的地方 其實上面是有靈體在那個地方 之前第一次來的時候呢 也是在那邊產生了非常大的靈動 所以我想說 不得已那先收走一部分 一部分就把他鎮壓在那個地方 就不要理他 我們把兇惡 冥完不靈的 先收走 然後剩下的呢 我們就讓他 靜置在這個地方 不要讓他在這邊 絲意妄為 所以呢才會有了後來 我就想說 你們既然這麼大膽的話 那我們就帶你們去 我們公認這邊 最兇險的地方 讓你們去體驗看看 那一直到後來呢 他們的團員丸子 在探索完第一間 然後來到第二間裡面的時候呢 他其實在第一間的這個臥室裡面 就已經出現 不適的狀況 但是他自己呢 並沒有察覺到這些異狀 那一直到後來 他進到這個 廁所跟廚房的 這一間裡面的時候呢 他的 狀況就非常不穩定 就是一開始我們進去的時候 我發現他的精神都還是很正常的 都還是良好 可是呢 他撕完符咒 然後那一間 房子探索完之後呢 我就發覺他的 情緒似乎有點 不太一樣 他到後來的時候呢 就開始 變得 不說話 本來還有說有笑 會開玩笑 說他要吃一個 檳榔壓壓驚的 等到他從這個廚房 探索完走出來之後啊 他就開始出現了這個 頭暈目眩 然後 開始 有這種反胃的情況發生 然後隨後他就 貪亂 然後就倒在地上 那當下呢 我第一次做進化 然後驅趕 沒有笑的時候呢 我就想說 既然這樣的話 那間裡面的其他靈體 我先施法 將他們鎮壓 再來處理丸子 然後處理丸子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 我就發現不對 因為這邊的晦氣 跟這個靈洞 越來越 越明顯的時候啊 我就想說 那我們先把丸子 給帶出去這個地方好了 免得他本來只是 被一個靈體 卡到 隨後會有 越來越多的情況 可能會 接二連三 會有靈體 想要侵犯他 所以呢 最後我們就把他給 帶出去 然後 先再做 第二次的進化 跟驅趕 可是等到我們真正 出去到外面的時候 我才發現 在他身上的 已經不止 一個靈體了 他已經被 同時有兩三個人 進駐到他的體內 也就是這個 附體的情況 已經可以說是蠻嚴重的 那其實沿途我們在攙扶他 要去找這個萬英公廟的時候呢 他其實是一直掙扎 一直亂動的 那他與鬼哥當天呢 是用這個 胸掛式的 所以整個畫面 已經黑漆骂霧的 慘不忍睹 所以我只要把他忍痛給剪掉 那途中他其實都一直在 不斷的 嘶吼啊 不斷的亂叫 那我們到了這個萬英公廟之後啊 我發現就是很多的網友來 視訊鬼哥 他們會說 鬼哥這個做法是不是有點 不太對呀 或是 不合邏輯 那關於這方面呢 鬼哥就要提出了 提出了我的解釋 就是 我的做法 可能跟你們的認知 有所差異的地方 普遍的人都會認為說啊 這個 香道叉相辱 是對神明罪不盡 然後 褻賭神明的一個行為 那在這邊鬼哥要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你們這個說法呢 是完全正確的 鬼哥絕對不會否認 但是呢 香道叉是使用在這個 非常緊急的狀況的時候呢 也是有的 什麼樣的情況 我們會使用到香道叉 來激請神明 我們把它換到現實世界來講 香道叉的這個舉動啊 簡單來說 這個行為就好像你今天有非常緊急的事情 但是你已經來不及報警 或者是 來不及尋求幫助的時候呢 你要怎麼辦 開車在路上的時候遇到歹徒的時候該怎麼辦 很簡單 當然是直接把車子開去警局 可是開去警局的時候呢 這些警察可能 不會把他當一回事 對不對 那最直接的方法是什麼 你就開車 直接衝撞警局 這些警察絕對會第一時間全部跑出來關心你 那等到警察跑出來關心你以後 你才跟他說 啊我遇到危險的事了 我遇到歹徒了 這個是最直接的方法 那香道叉的原理呢 也是一樣 我們藉由這個 不尊敬的動作 來引起這個 萬應公的注意 也就是急請他來到現場 藉由這個 不禮貌行為 急請他來到現場 來替我們 先處理好這件事情以後呢 我們再來 細講這個 原油跟他 解釋 再來做 事後的補償 所以呢 因為當天的情況 非常的緊急 鬼哥才會 施予這個 不得已的方法 來這樣做 這個是 我們在野外的時候 遇到最緊急的狀況的時候呢 不得已才所使用的這個方法 但是呢 這個方法絕對不可以 讓你們隨便拿來亂用 比如說你經過什麼 小事情 小問題呀 你就香道叉 然後引起神明的注意 我跟你說 這種事情 你要是弄不好 或者是你 隨意妄為的話呢 造智的後果 絕對不是你自己 可以承擔的 絕對不是 衰幾年 或者是 倒霉個幾天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還是你 燒一點紙錢 給他 就可以完事的 這個方法 你們千萬不要去亂嘗試 這種行為 這是對神明非常的 褻瀆 也非常的大不盡的 一個舉動 那事後我們將丸子 處理好之後呢 他醒來之後 他的記憶呀 只停留在我們要 即將進去 最後一間這個 廁所 的時候 他的記憶就停在那邊 簡單來說就是 他進到那間房子裡面以後 他就已經 完全不是他自己 他就已經被 附體奪色 處理完之後呢 就是鬼哥隔天 也就是 這件事情的隔一天 鬼哥是有回到這間萬英公廟去 秉明這些事情 然後 並且來做一些 比較好的答謝 那直播主他們的部分呢 我有跟他們說就是 有空經過那邊的時候啊 記得要去上香 然後 燒一些紙錢來 打謝這邊的萬英公廟 當初的相助 因為 裏多人不怪嘛 不管是人 還是鬼 都是一樣 那為什麼我們會請 這個土地公萬英公來 處理這件事情呢 因為有時候 政神 他並不會理會 你們這些 無聊的事情 所以處理的效率就有差 那土地公萬英公呢 他身為一個 地方的關係 或者是 地方的 這個 我們講難聽一點 就是腳頭吧 他會比較願意來插手這些事情 所以你只要 急請的話呢 他們一定會急到 那藉由他們的這個 力量呢 來幫助我們完成這件事情的處理 也是比較有 效率的方式 所以鬼哥才會選擇 這種地方的廟 來處理這件事情 來達到最好的效果 跟效率 那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吧 我們下個影片見 拜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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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稍後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隨意